這個收音機我覺得輕微巴閉一點 如果各位公公婆婆拿著它出去 就有以前我們拿去沙灘的大喇叭、劇設機的感覺 但當然現在不會拿這麼大部 因為拿這麼大部很重 還有上一年多我們又不想拿這麼重的東西 因為有手腕、充電等等 我逐件事講解給大家聽 這個這麼巴閉的收音機 首先多少元 還有跟剛才的收音機差點什麼 OK 首先 我出家是像手袋 像是像是 OK的 首先我給大家按推送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用香港VisaCard、MasterCard 或者香港支付寶貝錢 一樣買得到 這樣價錢是非常值得買的 按按按鈕 多少隻元 178隻元 OK 慢慢一隻元數回來 有178隻元就可以買它 就可以用香港VisaCard、MasterCard 或者香港支付寶 大陸支付寶都買得到 沒有這些東西的 叫朋友幫忙買 一樣買得到 OK 買的方法 剛才那部小的相機和這部大的相機 都是用順風化大陸 但是大家也可以用到店鎚 到店鎚可以約 你首先手機安裝了我們 E道直播網購APP 買完了之後 在APP上顯示了 你買了產品和買了產品的二維碼 可以用這個二維碼來拿貨 我們買了之後就會聯絡大家 我們約在地鐵站交收都可以 很方便 我現在試一試這部 大部 這部就叫做111BT 111BT 很簡單 首先看看前面 樣子很復古 很英俊 還有一個行針窩 選這個追台 很英俊 角色多漂亮 沒錯 我告訴你 每個個爸爸媽媽買了回去 抱著他 還喜歡過抱著孫子 因為他們以前年代 真的在涼茶店聽聲音機 聽聲音機其實都好聽的 因為有時候個人悶悶 家裡又不想靜悶悶 你就可以開著有些聲音 有些人氣 自己兒子女女 上班 自己一個老人家的家很悶 又開電視機 又不想用眼睛看 但電視機喇叭又不夠大聲 又想聽多些精彩的節目 買一個復古收音機 或者買剛才那幾十元都可以 首先就是玩了這個收音機 這個收音機不用自動追台 用人手追 而這個人手追台 對於很多公公婆婆來說 是一個很熟悉的故事 OK 我們開始了 首先這部機怎麼開機 聽到Dark一聲 開了 Dark一聲就開了 以前的收音機真的Dark一聲就開了 OK 開了 用Dark一聲開了之後 還選擇大小聲 好 OK 好 好 OK 好 OK OK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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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看到這件東西 是什麼價錢 178元 可以說 運輸費用順風派遞寄貨 到你家門口 讓你收 運輸費都是30元左右 這樣就 運輸費就不包了 這樣大家可以用 香港Visica Mastercard 或者支付寶 直接買這件產品 我們就會馬上收到你的命運 那天就會寄出 這樣就 很壞 剛才試過威力 什麼叫威力 大聲 清晰 OK 便宜 178元 大聲清晰便宜 其實這就是收音機的功能 但它還有什麼呢 USB手指聽歌 MicroSD卡 就是TF卡 聽歌 跟剛才的收音機是一樣的 但它還有一件事 它還有藍牙 手機可以駁藍牙 把手機裡面YouTube的歌 或者手機的歌 在這裏播出來 都可以的 OK 它有兩隻色 這個金色和黑色 待一會我會開給大家看一下 顏色對比哪隻帥仔 OK 繼續 跟著 首先 這個是收音機 收音機 我關掉收音機之後 讓大家看看整個學 究竟有什麼 喜歡這條天線 這條天線粗一點更麻煩 首先後面有個電源測 我們會跟著一個 香港用的三腳蘇維利格 八字咀 這個叫八字咀 好像有八字 打動體 OK 叫八字咀 就插這個位置 插了下去 除了直接用電外 還有充電 你不用管它 一邊插一邊用都可以 沒什麼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公公婆婆不用怕 不用充電 充電 充電就拿出去 可以一邊開聲 一邊聽 OK 也有Aux Aux 這個Aux 大家一會再講解 我逐樣講 這個入電 OK 這裏可以入大電 不過大電就很少人用 現在我們以前用的 大電幾粒 大電應該是 這個這樣看的尺寸應該是兩粒 大電 不過我想沒有人會買大電的 直接這樣充電用得到 不用用大電 OK 大電就是D電 OK 講完以後 下面這裏 選擇AM、FM 但我相信AM好像沒有了 因為我都不太聽AM的 我記得AM好像沒有追到AM很久 我可以選FM 最後這個 推過少少 這裏有一條小隙子 現在的情況就是FM收音機 有沒有充電 它本身插電線就充電 這個FM收音機 推到盡是藍牙 藍牙或者上面的全部功能就是 包括這個 Gicard 10MP3 USB 10MP3 還有藍牙 全部都可以用這個Mode 好像剛才沒有收音機那樣 不過它就多了Bluetooth 剛才我好像沒有 應該剛才我沒有 也有一個叫AUX Mode AUX Mode 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應該是其他的產品 將聲音在這裏出喇叭聲出來 AUX即是一個extension的喇叭插線 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好像一個Wattman 錄音帶 要有個插入Hi-Fi 就是把眼控偷插入Hi-Fi 的AUX位 這樣就可以在Hi-Fi播音 這個就當是Hi-Fi仔用 OK 我講了這麼多之後 其實它就有些有趣的東西 我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個 這麼厲害的小型remote OK 其實有多厲害 就不是用來聽聲音機用的 聽MP3 那些用來聽歌 對於一個170多元 用來遙控的感覺 就覺得非常之划算 而且很實用 其實 OK 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再看一看 我們現在插一隻USB手指 聽聽它 如果聽歌的效果是怎樣 OK 插一隻USB手指 當然要記住 關掉機器才要拔或插 是拔或插 關掉機器才好 OK 開機了 如果你要聽MPV手指 這裏必須要推到最盡 OK 是電話電話嗎 起塔إ駕墳 wuf 暫無… 集團的聲音 重點 是不 rah 暫停 因为不是听首歌是听我说 所以我暫停一会儿 其实听USB手指来说声音都算不错 我不会告诉你它可以跟任何一只牌子比 因为始终都是百多元就是百多元 但若果对于一个公公婆婆在家里有些声吞吞 我们以前叫吞吞 感觉非常之好 价钱便宜 有时候有些东西买得便宜 觉得底下 底下开心用 不怕它做坏的东西 我先拔出来 其实我还要试一样东西就是蓝牙 首先关掉 这里的power就是这里 扭到尽 关掉一声 关掉才好拔USB手指出来 接着我们现在试蓝牙 真的好大声 真的好大声 好大声 OK 我现在把这个按钮拍到最尽 开到最大声 接着我们试试开手机 拔蓝牙 手机里面蓝牙开了之后 可以看到搜寻到什么 我先追到名字 Bluetooth Mode如何呢 因为这里有很多蓝牙产品 所以都挺大的干扰 这里我会看到有一个叫做Bt888的东西 这个Bt888就是这件产品的蓝牙系统了 我们看到它之后 当然是允许传取你的知道 才可以让它完全发挥 可以蓝牙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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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直播在里面开 所以就变成了 听到我的声音 OK 我现在试试开一个 Music Player OK 我试试开YouTube Youtube我找一些猫的东西 因为我都很喜欢看猫 OK Bluetooth Mode 看看拼了没有 现在它自动拼了 它自动拼了 一开手机蓝牙拼了一次 它自动拼了 OK OK 大家若果公公和我 家里的手机比较大 又想声音比较厉害 又不会吵得太厉害 买一个手机 拼了蓝牙 在手机看电影 在这里出喇叭声 是私人影院 是便宜的 是便宜的 OK 不错 真的挺有趣的 我觉得 我碰过 我有印象的东西 是值得去推介给大家 这件产品在我心里很有印象 尤其是追抬手扭 这种感觉很有趣之外 还觉得可以扭到刚刚正的位置 是很满足 178元 那就是我们 在我们E道直货网购 大家可以用电脑版本 www.edou.com.h 或者手机装E道这个APP 在里面直接按键买就可以了 香港的VisaCard MasterCard 或者香港的支付宝 大陆支付宝也可以 都可以买到我们E道直播网购的产品 亦都这么说 E道直播网购不是只有电子 和生活防疫东西 我们有超级市场东西 我们有一个叫E道超级市场 买够400元的E道超级市场东西 就包运费送上门 即是买米买严买可乐 可以随时找我们 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不只是按APP去找我们 可以直接在APP里面 看我们的电话联络我们 问清楚才知道 今天我说这个 但刚才我说还有第二个色 我现在就开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黑色 大家就对比一下 黑色帥仔和金色帥仔 我们先收一声 这个是黑色 有人喜欢黑有人喜欢金 各花各眼 我们就不要特意说 金当然黑好 你喜欢买哪个就买哪个 这个是黑色 整个都是黑色 整个都是黑色 但这种黑色给人感觉 就是那些鬼佬的皮革感觉 金就给我们感觉 就是香港以前的凉茶泡感觉 金和黑 咸如白菜各有所爱 有金有黑 所以大家在颜色选择方面 就选清楚了 但是也这么说 你如果买了下单的时候 如果可以 我都尽量都会再问 你们是选对颜色的 或者有些朋友 可能按的时候 不小心按走了颜色 都没问题 可以留言 或者WhatsApp 给我们 我订了那个 我是要什么颜色 OK 两个都挺帥仔 没错 两个都挺帥仔 OK 今天呢 我为大家带了几个 我们可能这个时代 已经觉得是没什么用 但是有很多人喜欢用的产品 多功能三胸肌 OK 有蓝牙有MPV有成 这只没有蓝牙 这只没有蓝牙 便宜了六十几元 如果你说 好像有些老人院当奖励那些 可以联络我们 我们尽量都会做一些 买得多再便宜的特价 但基本价钱六十八元 已经很便宜了 也有这两款 这两款又黑油金 178元 切中之白 又买趁手 新年之前 就不用出去走 因为如果你说 我在大陆 或者珠珠珠 什么地方买东西 可能有机会 你现在买 过了新年都收不到 现在我有货 要买就快点了 看看有没有东西 要问我 如果没有东西 今天的直播暂时就这么多 因为我都要准备一下 其他的产品 希望为大家去说多些产品 近期来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找产品会比较难 还有很多生活上的东西 人们会先要 我今次说三音机 除了为公公婆之外 还有三音机来说 因为公公婆婆去了解 现在香港的情况 是非常之有帮助 因为手机来说 他们可能不懂得 搜寻他的字眼 不懂得找一些东西去看 但是用心开着 一边播一边播一边播 他们可以听歌 又听时事 又听故事 挺开心的 希望大家 满意我的直播 因为有你们支持 我才可以找到更多的产品 我不会告诉你 我买得很多 或者是 买得超多 或者是诸如此类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要管我的东西好不好买 最重要是 你喜欢不需要 那你就买 OK 今天直播真的是这么多 我不讲太多的 无谓的话 就是废话 OK 接下来 星期四 我会说一句 今个星期 也不断有我们日本的朋友 去讲一些日本当地的食玩的东西 大家希望留意我们 伊道直播的网购 在手机安装我们的app 电脑版www.edu.com.h 或者在facebook里面 追随我们的伊道直播网购 like我们 share我们 叫多些人 加入我们的伊道直播网购 不用钱的 进来看看我们最新的消息 今天直播是这么多 拜拜